不過你看 你說美國是不是安排好的 我們給大家看個照片 這當時是美國軍隊過台海的時候 這個新聞其實在上個禮拜 不過後來傳出一張照片 就是美國的海上面的軍官 不管是拿著望遠鏡 或者是對窗外來看也好 他們說有解放軍的海軍就在周邊 這是美國的兩棲登陸艦 綠彎號通過台灣海峽時候拍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還是 他們自己美軍的臉書 對外公布的 就是 我怕大家沒看到 所以我公布這張照片 你看這張照片拍攝的角度跟那畫面跟 採光 我個人覺得還 有點像是電影的海報一般 就是拍得很好耶 因為裡面也是滿暗的嘛對不對 拍得滿好的 所以深怕別人不知道 人家也講了 所以因為他們怕撞船 這樣子撞船 自己軍艦撞啊 我因為用望遠鏡這樣看 表示開得很近 表示中國的軍艦離他事實上不遠 沒有如果是刻意安排拍照的話 這可能做個動作都有可能 我想真的是開過來了啦 那我也表示就是 中國軍艦也表示說我知道你在哪裡啦 事實上最近發生很多事 你剛剛列的那個錶子 只是講到空軍的部分 還有開到南海 是到那個 最近是開那個船屋登陸艦進來嘛 進來台灣海峽嘛對不對 這也是空前的 那最近還有一個科學的研究船 靠近基隆港對不對 那上次是到高雄港 這次是到基隆港對不對 所以這隱隱約約給人家感覺一種佈局啦 我聽到的Story啦 我聽到的Story就是說 預期美洲貿易戰最可能 最樂觀的結果是11月APEC 可能會有所轉圜啦 11月 11月嘛 那萬一沒有轉圜呢 那美國是不是要改手打別的牌 那改手打別的牌有人就會想到 是不是台灣牌嘛 或者是軍事牌 不台灣就是軍事牌嘛 事實上就是軍事牌 台灣打政治牌有什麼用 到11月 當然就是 11月下旬或者12月 會不會出現 台海的軍事牌 甚至你剛剛講南海的軍事牌 反正都是軍事的啦 那是不是引起這個大陸跳腳 那個時間你也是剛好這所有 台灣的總統人選都確定 各個陣營都已經 11月就登記了嘛 就已經完全確定底地的時候 最後那兩個月啊 我的意思是說 貿易戰不順的話啦 那是不是有這一手啦 所以你才會看到最近有很多 美國軍方啦 要嘛進台灣的部分 或者到南海的部分 我覺得多多少少也是在 撲梗嗎 撲梗 所以照這樣你聽到了這個Story 這種說法的演 以時間狀態 時間去這樣推演下來 老師這也不是完全妄想的 這個是滿合理的一個推斷嗎 我覺得美國就是 他一定要把他手上 有的工具都要來試一下嘛 他譬如說之前我們看到 他一路打這個關稅戰的時候 忽然發現沒效的時候 忽然開始打這個我們講匯率 就是說認為大陸是這個匯率操縱國 這個是他老早一直在手上 但是一直好久都沒有用 歐巴馬實在用了 他我自己也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前兩年從來都不用 忽然現在又可以 同樣的他這個軍事的也是一個 台灣牌也是可以放在手上用的 就他選擇的工具很多 那到底要什麼時候用 我覺得這是他們在做決策的人 最後的決定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川普這個人的決策 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們很難預測他什麼時候會用什麼牌 他忽然今天聽到一個東西他覺得不錯他可能就忽然用 但是不一定當時是有效的 所以川普的決策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不能有太多 很樂觀的期待 不過至少 軍事牌對美股的衝擊比較小 這倒是實話 這倒是實話 不過老師我剛剛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就是 這麼多工具要用 但你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有這麼多工具嗎 這顯然是怕人家不知道嘛 所以美國川普講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說讓大家都知道 我美國說話算 就是說我東西最多 我的工具最多 我最有力量 但我不一定會用 因為他自己有的時候在外交上面我們看 還走一個比較走孤立主義的路線 不走國際這個路線 但他的工具是很多 所以你絕對不要惹毛我 我手上工具很多 有經濟的有軍事的 外交政治的都有 工具多但是上不上得了 真正的派上用場 有待觀察 因為他當時對金正恩最 最凶狠的那段時間開了無機電隊過去 也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陸方面做了一些回應 8月底在浙江海事局在東海進行的實際使用武器的訓練 28到9月3號大連海事局在黃海的北部執行軍事任務 對此蔡總統也做了回應 各種軍演包括這次我們都有全面的掌握 大家放心 那我們也希望中國大陸作為區域的一份子 對於區域的和平穩定要做貢獻 不要做威脅者或者是不安定的來源 請教一下天洛哥 這兩場解放軍的一些動作 你覺得是對美軍的動作的回應嗎 還是對於台灣 基本上對美軍 對美軍 他沒有把台灣放在眼裡面 台灣在做什麼動作沒什麼用 他主要的還是針對美軍 就是說而且除了美軍之外 他在做自己的各種新武器的聯合的演訓 包括海軍 他的海軍 他的海軍這些年自從習近平上台以後 他在對於軍方整個的改革 戰區概念的調整 以及軍人觀念 軍隊的整頓 都已經到一個階段 所以他開始對外演習 好 但不論如何 對於要選舉的蔡總統來講 這段時間我們知道 只要有軍事動作 他只要一回應拉高聲背 反應在民調上的數字是滿即刻的 對 好 對於這點 請教一下顧委員 因為小英總統一路民調 就被台灣的媒體不斷的形容 是一路在撿槍 天佑蔡英文 一路就運氣很好 本來在我們年初的時候 我們的節目也常在談 下半年解放軍的動作會減少 共機繞台的頻率應該會降低 因為也不想要幫蔡英文繼續助選 但現在看起來 對岸的軍事演練也沒有少 那對此其實貴黨的這個黨主席卓榮泰 他也有特別講 像香港局勢不能夠繼續再亂下去 那這件事情應該要減少 你覺得卓中泰講的是真心話嗎 我當然是真心話 這樣問會不會太敏感 不是 香港亂獲得是軍演多 我已經重複說過了 香港對台灣也滿重要的啦 我們金融機構在香港有上兆的資產 而且港股一定連動到台股啦 我給你保證啦 所以我是說你從金融面的打擊 從股市的打擊 這個對台灣會好嗎 對你的選情會好嗎 這個說不通啦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四可而止啦 最好是港府跟反對派能夠好好的對話解決 我覺得基本立場還是這樣啦 這個不要懷疑 我們剛剛給大家看的圖表當中 包括了B-52轟炸機這一次都有經過台海 所以天羅哥你覺得軍事動作不減 國安單位有預料到下半年還是這樣的狀況嗎 還是本來就像上半年評估的 應該下半年不管是美軍 或者是共軍的動作都會減少才對 下半年我認為在現在 自從邱國正去了以後 一傢伙砍了76個人 國安單位已經沒有什麼評估能力了 砍76個 砍76個 我真的不知道他將來的特勤跟這些所牽涉到 如果在國安局牽涉到的會是國際部門 那你把這些人一砍掉 我不知道他在評估什麼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根據我的了解 現在國安局很多的事情已經完全落在國安會在掌握 國安會要怎麼走怎麼走 國安會唯一的考量就是選舉勝選的考量 而並沒有說在這些事情 在這些事情上對他們來講 都是拿來做選舉的操作 這台灣的角度看事情 我們倆回來繼續聊其他的話題 美中中美貿易戰 這個話題有兩個很來路不明的電話 到底是什麼電話 我們回來繼續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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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